双一想不管选手是男生还是女生 大家卖力的向前游 展现练习已久的勇技 希望可以游出家机 为班级争取荣誉 大理光正国中最近趁着学期末 举办了这么一场水上运动会 推广游泳这项运动 让孩子不怕水 也能够知道在水上该注意的安全 更重要的是希望训练每个孩子 都能够有游泳的技巧 场地配合 每个学生孩子可以看 可以游泳 游泳的年龄有多高 实际上还做一个比赛 消防表示 这几年将游泳列为学校体育课程之一 因此结合了游泳职业者 安排二年级三百多位的学生 进行十堂游泳课 学习四式游泳 以及水母飘等等 需要推广运动的同时 也能够让学生学会自救的技巧 有学生就说 学会游泳之后 这一备不时之需 也能够游泳健身 让身体更加健康 我会自由式 还有挖式 还有仰式 这样 觉得学游泳 有什么好处 可以增强心肺能力 然后体能会变好 我会自由式 仰式 挖式 点式都会 为什么要学这么多 可以保护自己 然后以后出去玩 可以教弟弟妹妹 夏天想要细水的时候 你会去哪里 就游泳池 做安全实践 参赛同学卯足全力往前游 现场水滑四溅 驾驭声不断 气氛相当热烈 而夏天青少年喜欢玩水 但台湾游许多危险水域 为了安全考量 学校也呼吁学生 细水要到游泳池 才能玩得安全又开心 接下来秋风 台中采访报道